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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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州坝主要由船闸 发电厂 泄水闸 冲沙闸及挡水大坝所组成 主要的功能是防洪 发电 蓄水 坝体中最令我们叹为观止的莫过于观看船闸的过程了 这个轮船过闸的景观不仅让站在坝上的人看得有趣 对坐在船上的游人来说也是倍感新鲜 葛州坝有三座船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船闸之一 轮船过闸时先进入闸室 上行的时候上游闸门关闭 等到船进入闸后输水道开始进水 直到船升到水平面的高度 然后再打开闸门船就可以安然地出门继续航行 期间费时约一小时 下行的船则反之亦然 葛州坝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设的水利工程 说葛州坝是长江大坝的前岛可一点也不为过 正因为葛州坝的成功先例 对加速后来的长江大坝建设有了鼓舞的作用 葛州坝的年发电量是141亿度 湖北 四川 湖南 江西等地都因此而受惠 打个比方 它的总电量也可以满足100万欧洲人的电力需要 但是葛州坝与三峡大坝一样也是争议不断 有人认为葛州坝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特别是它在1970年选择了毛泽东生日的那一天 12月26日仓促动工 文特斯特在长江万里行艺术公指出 任何在文革期间开始的大型建筑工程都靠不住 这项工程肯定也是 它的混凝图品质低劣 工人不尽力 管理码突 设计图不准确 幸而在这项工程开始两年后 周恩来当时中国唯一神志正常的官员 发现他的设计多么恶劣危险 便喊了暂停 他将工程搁置了两年 再次动工时 文革已经过去 改由较清醒稳健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监督 在三峡葛州坝附近霞江中 产有一种大型的鱼类 全世界只有长江特有 因而命名为中华巡 修建葛州坝石 曾经给这些珍贵的鱼儿带来威胁 无法混由产卵繁殖 一群保育工作人员 找到了适合他们的繁殖场所 利用人工繁殖 孵化更多幼鸟 投放于长江中 免了中华巡被灭绝的命运 中华巡 距今已有一亿四千万年的生长史了 是一种非常古老珍贵的鱼类 又称佛化石 巡鱼生长快速 青则三四百斤 重则上千斤 每年的九月到十一月 是产卵期 望着这世界一级的老古董 幽游于水中 惊叹造物者实在是太神奇了 它非但是中国的国宝 也是地球界的珍宝 大家共同来保护它 旁边的柔和小小学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